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此之后 直到袁绍和曹操发生关渡之战的公元200年 刘表都在荆州 主要是忙于平定辖区内的各种叛乱势力 荆州境内的主要叛乱势力 一是宗贼 一是反对刘表的地方郡守 宗贼问题 刘表按照奎越给出的主意 以招府的名义把各地宗贼首领50多人召到荆州 突然全部杀死 再出兵逐步平定了各地的宗贼 占据襄阳的江夏宗贼首领 也在刘表派人劝说之后 向刘表投降 这样刘表基本上就平定了荆州 这个时期 全国的形势大致是 刘表的北边是占据南洋的袁树 袁树的北边是占据冀州的袁绍 袁绍的北边则是幽州的公孙赞 关中地区还在李雀郭四手中 曹操还在衍州地区东挡西沙 徐州地区的陶谦也还在 孙策还没有平定江东 江东各地名义上还是服从汉室的刘油 划新 王朗等人控制 李雀郭四当时面临的危险是 关东诸侯联合起来西晋 讨伐他们 尤其是曾经的 陶董联盟盟主袁绍 他们是比较害怕的 所以李雀采用的办法是远交进攻 派人联络南洋的袁树和荆州的刘表 分别给他们加官进决 袁树扣留了李雀派来的使者 表示拒绝 刘表则接受了李雀给予的镇南将军 荆州墓 贾捷的官决 袁树之所以能占据南洋 是因为长沙太守孙坚杀死了南洋太守 南洋空虚 袁树承虚而入就占据了南洋 袁树和袁绍互相不符 地盘又相邻 袁绍任命周新为豫州刺史 想控制中原地区 袁树也想从南洋进攻中原 所以主动进攻了周新 这样 这时候的形势从北到南的军阀势力 依次使公孙在 袁绍 袁树 刘表 东边则是衍州的曹操和徐州的陶谦 关中地区势力却郭四和董卓余不控制 因为袁氏兄弟交募 互相进攻 所以袁绍选择和荆州的刘表 东边的曹操结盟 而袁树则选择和在袁绍背后 威胁袁绍地盘的公孙赞结盟 但实际上 这时候袁树想的是先全部占据荆州 而袁绍的主要用力方向在幽州 正在和公孙赞打仗 曹操也在进攻徐州的陶谦 刘表一方面抵御袁树 一方面试图向益州扩展势力 所以公孙赞帮不了袁树什么 刘表也帮不了袁绍什么 二元之间虽然敌对 但都忙着扩张地盘 还腾不出手来直接较量 于是袁树就让孙坚为自己火中取栗 进攻刘表 结果是孙坚在进攻刘表时中流屎而死 刘表和江东这样就成了死敌 但孙坚死时 孙策年龄还很小 孙家只能依附于袁树 所以刘表并不介意 直到195年 也就是建安元年之后 孙策渡江平定江东 才开始为报仇做准备 曹操先后击败自己附近的吕布 张秀 陶谦 刘备等势力后 基本上完全控制了中原地区 北边和袁绍控制下的冀州 幽州和冰州对峙 南边则与刘表正面接触 刘表继续抱着远交进攻的态度 和袁绍结盟 对抗曹操 但这个时期 袁绍对曹操的威胁很大 曹操的注意力 也主要集中在对付袁绍上 并没有主动进攻刘表的意图 也是在这个时期 荆州地区下属的长沙太守张宪 占据长沙 贵阳 零零等地 实际上就是今天的湖南的大致范围 反对刘表 刘表和张宪相持了几年 也没有拿下 后来张宪病死 刘表乘机进攻 才彻底平定了荆州地区 平定长江以南地区之后 刘表北边的势力范围 包括南郡 往南包括长沙 贵阳 陵陵 往东到江下 西边包括武陵郡 势力范围达到巅峰 也就三国志刘表传说的 帝方数千里 代价十余万 成为雄聚一方的重要诸侯 不过原本属于荆州辖区的南阳 先后被袁树 张秀和曹操占据 刘表始终没有控制过 这时候的天下形势 已经越来越趋于明朗 关西地区不论 关东地区已经只剩下曹操和袁绍 南方从东往西 则依次是江东孙策 荆州刘表 义州刘张 汉中则是张鲁 到关渡之战的时候 荆州士族其实已经看出来了 曹操必胜 袁绍必败 所以已经心向曹操了 就劝刘表不要和袁绍结盟 要向曹操投诚 但刘表的态度还是画尽自首 一边继续向在许都的汉县地进攻 也就是和曹操保持表面上的和平 一方面又声称和袁绍结盟 实际上是首属两端 坐壁上关 谁也不帮 虽然有人建议刘表 主动进攻许都 刘表没听 但曹操并不只是采取监视态度 而是川多孙策 主动进攻刘表 从而达到牵制刘表的目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 曹操不仅动员了孙策 而且还联络了一周的刘彰 让他们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刘表 这样刘表处于被左右加攻的局面下 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但这时候 除了曹操和袁绍 刘表的实力算是其余诸侯中 最强大的一个 在北边 不但可以以襄阳为根据地进攻南阳 以致威胁许昌 还可以向西北进攻汉中和关中地区 也可以向西进攻刘彰 或者向东和孙策进行决战 这时候孙策的势力还没有后来那么大 如果刘表和孙策进行战略决战 取胜的机会也是比较大的 关渡之战后 曹操忙于平定北方 后方空虚 这时候 刘备已经从袁绍那里 转投到了荆州依附刘表 所以劝说刘表偷袭许多 但刘表还是不敢有所动作 从关渡之战到赤壁之战 这八年时间内 曹操不但平定了袁绍原来的地盘 而且还北征乌环 但刘表却继续选择了无所作为 画地自首 在这种乱世 具有一方的诸侯势力 要么积极进取 要么就是看清形势 早点投降 但刘表选择的 却是守着自己的地盘 按兵不动 这无异于等死 到赤壁之战前 形势越来越明朗 刘表病死后 曹操难争 刘从就投降了 其实刘从这时候 还是不想投降的 但手下人跟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岳 松 及东曹苑 附训等说 从归太祖 从曰 今与诸君拒全储之地 守先君之业 以官天下 何为不可不 训对曰 逆顺有大体 强弱有定士 以仁臣而拒人主 逆也 以新造之储而遇国家 其事 服当也 以刘备而敌曹公 又服当也 三者皆短 欲以抗盲兵之风 必盲之道也 将军自料何以刘备 从曰 吾不若也 训曰 成以刘备不足 欲曹公乎 则虽保储之地 不足以自存也 成以刘备足欲曹公乎 则备不为将军下也 原将军勿宜 太祖君到襄阳 从举周将 被走奔下口 这就是说 刘从这时候年龄 应该在十四五岁 虽然还没有什么大的出息 但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 他的想法也就是刘表的想法 就是保镜自首 但问题是 曹操评令袁绍之前 荆州还可以保镜自首 北方已经统一 和曹操的决战就不可避免了 怎么还可能继续保镜自首 荆州士族劝刘从投降的理由 其实不奇怪 在情理之中 在他们看来 别说作为荆州对抗曹操的前锋 刘备根本无法抵挡曹操 就算能够抵挡曹操 如果刘备击败了曹操 会甘心在刘从之下 所以 刘从要么是忙于曹操 要么是忙于刘备 与其如此 还不如卖个好价钱 直接投降曹操 反正对这些当地豪强势力来说 无所谓投降不投降 都是一样当官 所以刘备还没败退到荆州 曹操前锋才到襄阳 刘从就已经奉表投降了 正所谓天语不取 反授其咎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从官渡之战到赤壁之战 这八年时间里 孙权和曹操都在到处抢地盘 只有刘章和刘表按兵不动 混驰等死 如果这时候 刘备真向诸葛亮说的 偷袭刘表夺取荆州 曹操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应付